歷史上的歷史 那些不被音樂錄製或被音樂錄製 但有些比較古代 那些很古代 是歷史上的歷史 歷史上的歷史 那在台灣我們可以談哪些類型的地震 在這裡要把它分成兩類 第一類型的地震就是說 在我們開始有地震測量以後 有紀錄的、有測量的這種地震 第二個是所謂歷史上的地震 意思是說 在我們現在習慣所用的這些測量工具 在正式的被引入使用之前 那些有紀錄的地震 如果你們去到USGS 然後拿到台灣的測量 你會有這些小紅色 這些地震測量 在我們開始看到 那些地震測量 其實我們看到 這幾個地震測量 那些地震測量 我們看到 那些地震測量 有些是重疊的 它紀錄的是 從1900年到2011年 有紀錄的這些地震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這些地震發生的地方 就沿著板塊 兩個板塊交接的邊緣 這樣子 在那些地方發生 那些地震測量 我們看到 這個圖是 中央氣象局 的記錄 就是從1973年到2008年 台湾地震的分布 所以我們看到 那些地震測量 在台灣的地震分布 它除了是在台灣本島上面 然後也包括 在台灣的東邊海域 一塊蠻密集的地方 我們就說過 有幾個篇有多種地震 都可以看到 一些地震的地方 在黑色的地方 在紅色 這裡 在黑色的地震 在0-60 在黑色的地震 在黑色 在黑色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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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 在黑色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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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 在黑色的地震 然後我們有 這三個地震 這就是 大不太晦효 我們要把蠢的地震 因為我們出現 是最好的地方震 在盛峻上,隅房屋浮看看, 除了西陳icion台, 在三形跡後部分的関光, 感受不公共的隅廠, 但是胖出的関光, 在宵會是偵業的濛特, 因為這些深夕地的溫度 因此これらの要素形で表現 現在,我回顧 我回顧 因為是在地震上的位置, 所以要是在地震上的位置, 因為是在地震上的位置, 所以要是在地震上的位置, 所以這是為了這個樣子。 好的,我們來看看這一個前面。 如果我們現在這個圖 用剛才關於地震深度的概念 來分出這三類地震的時候, 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淺層的地震, 它是0到60公里, 然後接下來60到150, 或者是深於150公里的深度的地震。 如果我們用三種顏色來表現, 就會出現左側面的這個圖, 右側面的這個圖, 它是把紅色的跟淺層的這些地震先去掉, 我們看到只是這個從60到150, 或者是150公里以上深度的地震來看, 其實一方面, 就是說台灣的地震基本上是跟著那個板塊跑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到右上角那個地方, 這邊是板塊的邊緣, 它跟它的地震, 然後下面這邊又是另外一個板塊的邊緣, 我們會看到地震分布跟這些板塊的邊緣, 事實上是有一點點位置上面的差距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就像剛才他提到的, 如果那些地震都是發生在深度比較深的地方, 但是因為地球是圓形的, 如果我們要去標示它的episante, 就是我們一般的概念裡面的正央, 往上出來的時候, 因為地球的球型的關係, 所以它會往稍稍的偏移一些, 從深度的這個地方要上來, רWind, OK? 所以我們想看起來 很了解了東西 在三 dimensions, 所以讓我們看到非常非常快 也有一個帽子在台灣 所以我們會更加模式 我們會看到 這個地步的帽子在台灣 會比較容易 如果我們有一種3D圖 3D的畫面圖 就是左手邊這個圖 我們看到它隨著不同的深度 真正地震的陣源 它發生的那些位置 呈現了一種弧度形的深入的分布 如果說我們用一種比較簡單的圖示 就會出現像右邊這樣的圖 就是說因為那個板塊 它並不是平的 而是一種在地球球形裡面 出現的是一個圓弧形的 所以就會出現像右邊這個圖 我們可以知道 台灣真的是處在一個板塊運動 非常複雜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這裡是兩種方式 我們會有兩種的圖弧形 在第一種圖弧形的圖弧形 是在這裡的圖弧形 在紅色圖弧形 然後我們有一個圖弧形 在圖弧形的圖弧形 在這裡的圖弧形 Well,是個 complex體在巨大陸,是在我們中部門搜尋, 在巨大陸上的巨大陸裝地的巨大陸裝。 另一邊澸大陸,是在巨大陸裡的巨大陸裝地的巨大陸裝地的巨大陸裝地。 我們有一個詳細的巨大陸裝, 在三面三面, 最後臺灣是在地震研究的角度上一個相對複雜的核心點 一個是用橘色跟紅色所表現的菲律賓海板塊 另外一個是用黃色所表現的歐亞大陸板塊 臺灣的副長地方在哪裡呢 在左下角我們看到的 是歐亞大陸的板塊被壓在菲律賓海板塊的下面 右邊這邊我們又看到菲律賓海板塊被壓在歐亞大陸板塊的下面 所以這幾個是用橘色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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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一個小的距離的距離 如果您保持了橘色的距離 而您看著一個橘色的距離 是歐亞大陸板塊的距離 它每年年來的距離距離 是一個距離距離的距離距離 那除了就是說這種板塊他們之間這種交錯的重疊 就是疊在一起的方式之外 我們還要考慮到板塊它運動的速度 如果我們假設就是歐亞大陸的板塊是不動的的情況 事實上菲律賓板塊每年以八公分的速度在移近台灣 那如果現在我已經有交錯的 我現在就有交錯的 在這裡面用默色的距離 我指定這個碝離的分數 那如果我們在這個圖上面所表現的是 它就不講那些中層跟深層的地震 只講這些從地表往下60公里之內的這些地震 因為這些地震就是對我們的生活最有影響的 然後呢我們再把它就是只選擇那些強度超過5的 然後用一個一個橘色的圓圈圈去表現出來 我們就會看到右邊的這個圖 Alors Alors, si我們 termine sur cette sismicité Et tout à l'heure, je vous ai dit qu'il existe une relation entre la magnitude et le nombre d'événements cumulés par an donc une intensité en fonction du nombre de séismes Alors, c'est ce qu'ont fait les collègues ici Taïwanais ils ont regardé le catalogue de sismicité depuis, on va dire, 1904... Alors, attendez, je ne sais pas voilà, le catalogue complet du Central Weather Bureau qui est représenté ici sous forme de rond blanc et un catalogue un petit peu nettoyé c'est-à-dire qu'il y a... enfin... donc, dans l'enregistrement des séismes à Taïwan l'année 1991 représente, comment dire, un tournant puisque ça correspond au moment où on est passé sur des sismomètres beaucoup plus précis donc avant 1991 la sismicité était enregistrée à Taïwan elle était enregistrée même à l'époque japonaise donc, bon, elle a été enregistrée depuis un moment mais de façon très précise avec des appareils numériques, etc. c'est vraiment en 1991 que l'on voit apparaître les premiers sismomètres vraiment précis à Taïwan et donc, ils ont considéré le catalogue à partir de 1991 jusqu'à 2010 et ils ont retiré les années 99 et 2000 tout simplement parce que cette période-là du catalogue est polluée, entre guillemets, si je peux me permettre par le séisme de Chichi où on en reparlera tout à l'heure et toutes les répliques et tous les aftershocks pour avoir un catalogue à peu près représentatif ils ont retiré ça et ils ont représenté ici le nombre d'événements par an en fonction de leur magnitude le réplique en 是一個很關鍵性的一個年份 就是說因為從1991年開始 台灣的地震的測量開始有的 就是說是高品級的 這種測量的技術跟儀器 在那之前 事實上從日據時代開始 就已經有這些地震測量 但是它所使用的儀器 還並不是現在學界認為 就是所謂精準的儀器 從1991年開始是這樣的儀器 所以這個圖形 它事實上是從 主要是用1991 我們看到黑色的點 是1991年到2010年 的那段期間 比較精確的儀器所偵測的 但是我們看到透明的那個點 就是整個中央氣象局有紀錄以來 它所做的偵測 意思說包括那些比較不精準的 1991年之前的那些偵測的結果 那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說 在右邊我們看到的這個圖表 它事實上是 它的橫軸是強度 然後它的縱軸是它的發生的頻率 那這裡面呢 事實上 1999年到西元2000年之間 也就是921大地震 前後的那些地震紀錄是被除掉的 就是特別的去提掉 因為那一陣 那一陣期間因為921地震 所以整個 就是說我們的數據的分布 不會是在一個所謂平常的狀態 因為那個時候是有一個超強地震的發生 那我們就會得出這個結果 就是說 地震的強度跟它的發生頻率之間 在台灣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這裡 在這陣子 在這陣子 我們看到 1900年到2011 或是 我們看到 1900年到2011 或是 我們看到 1900年之間 這陣子 這陣子 是很合適的 這陣子 這陣子 在這陣子 在台灣 在這陣子 在這陣子 我們說 絕對 25 是 大約 5 5 5 0 3 6 7 這陣子 我們帶來 這陣子 我們說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1991年到2010年的數據 所做出來的同時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表 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去看 現在我們提到的是 剛才提到的就是 黑色的點點 我們看到的 其實是1991年 一直到2010年的數據 所做出來的統計 透明的空心的這些圓圈 是中央氣象局 從日據時代以來的紀錄 那個日據時代以來的紀錄 事實上是從1901年到2011年的紀錄 那不管是用哪一組資料去跑 我們跑出來的結果 事實上是還蠻相近的 甚至在強度5跟強度7 兩者基本上是重疊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歸納出來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不管是用這兩組資料 哪一組資料跑出來的結果 都可以說的是 就是下面這邊看到的 在台灣每一年有超過25個強度 超過5的地震 像 超過強度5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就是加州 事實上在美國 他們常常在提到加州的時候 就已經說是一個地震頻繁 而且就是說受地震威脅的地區 它每一年也只不過有四個 超過強度5的地震 所以這樣一比起來 台灣有六倍大的貢獻 而這個法案 是相關於數量的 數量的頻率 這是一個法案 我們稱為 《法案的Gutenberg-Richter》 這是一法案 被發現 1959 所以這兩者 我們很清楚 《法案的Gutenberg-Richter》 和《法案的Gutenberg-Richter》 和《法案的Gutenberg-Richter》 和《法案的Gutenberg》 《法案的Gutenberg-Richter》 是7個 而他被造成了 超過3000人 剛才講到 在精確的遺棄 進來台灣之前 所做的這些地震的紀錄 也就是所謂的 歷史上面的地震 我們可以舉了一個 是在1935年的時候 所發生的在新竹、台中之間的 那個強烈的地震 我們推出的強度 大概是7.1 然後一共造成了 3270人的死亡 這已經是主要的 但他們常常在歷史上的地震 因為它跟新的材料 我們有所謂的 它一開始做的那個界定 就是說有 現在的儀器測量 那個叫做 測量出來的地震 然後有一些是歷史上的地震 因為它下面寫的那個 資料這邊 我們左邊的那個圖 看得到那些圓圈圈 它也是一樣 就是說在統計不同強度的地震 在台灣曾經發生的紀錄 我想這邊應該是把那個 包括就是還沒有 現代儀器所記錄的那些 就是史書上的地震 從1604年一直到1996年 之間的地震 全部整理出來 所有的地震資料 所整理出來 就成獨樣 這裡有兩張照片 你會示範圈 一些記錄的地方 在城市場 這裡是一張的 是一張的 還有一張的 《科學的圈圈圈》 在城市場 是幾年 在1960年 這張的一張的 是一張的 那一張的 是一張的 是一張的 是 是 generation裡的世界 很多人 他們有這些 college 在金智多 印象 你怎麼說 表達看到 吃云术 對立即是 即是 這是 當後來 昨天 當時 21 由於1935年,在臺灣中部發生的這個大的地震 我們剛剛前面看到的兩張黑白照片 那個時候是日治時期,它就是留下來的照片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個是當時,義大利有一個報紙 它一直到1960年代的時候,每一個週末都會出一個週末的專刊 這是他們在1935年5月的時候的一個專刊的封面 那是臺灣中立中央大學的一位學者,他自己所收藏的 我們看到的是當時就是在那個大地震發生以後,一兩個禮拜 然後義大利的週刊上面,它所用所繪的一個彩色的一個圖 我們看到的當然就是常見地震的場面,就是房子青島火災,然後還有人們協助的一些受傷的人 我們現在到苗栗的龍潭,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當時,1935年那個地震所留下的一些遺跡 好,我現在沒有重測過了整個歧史史的表演 因為這樣會很多時間,我會看到幾個例子 我只串了幾個例子的譯 我們在1951,我們有一部區議員在1951年中,我們有一個區議員 在乍越南等的區議員地震 裡面的一部區議員會發生多少百分之一零件的跡逐人 我們在1906是같麽子的震撼的地震 你會有一個 blev詐心碳在這裡看到一個震撼現在的零件 當然他不會把所有台灣史上的地震全部都再回復一遍 這邊只是舉出幾個可能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比方說在1950年在花蓮 1916年的時候在美山發生的這幾個地震 我先講一下Nanto的這幾個地震 我們有的雇事的28奴1916 以外的6,8 由來的5早上的5月1917 以外的6,2 第四雇事,是其他最多的 我們有現場的雇事的雇事 在1916年後的 疫苗 剛才到27日前 而2天尼 在這一個雇事的雇事 我們有有雇事的雇事相對相關 那就是他這邊圖上所看到的呢 左邊我們看到的是在1916年到1917年之間 就是曾經發生在南投這個地方 曾經發生一系列的一共四個地震 那在右下角我們看到是2013年的時候 在三月跟六月分別 你在同一個一模一樣的地方 然後也發生也算是系列的地震 而且最後一個地震的地震 在1999年之間 就像是7,3 2470 décès 2470 décès 但是它有少許死亡於1935年 但在負責經濟 當然,在921地震事實上很不幸地造成 很不幸地造成2000多人的死亡 這個地下我們等一下會再更深入 稍微看 我們可以再增加一點 再增加一點 現在我們準備了 也就是在大利亚 在一切最大限 所以我们试图 我们试图 在困 clean 我们试图 化了 我们的 在特别的 在那里 是隐蔽 是隐蔽 但是 在这个 隐蔽 有的 隐蔽 在关注 也要是 隐蔽 和全世界 的全世界 和人 是隐蔽 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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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很高的失效, 一种很高的失效, 因为它能够成为大量的大量, 但它会有强大的失效, 而一种失效, 一种低的失效, 在一个大量的失效, 在一个很高的地上, 它会有强大的失效, 它会有强大的失效. 接下来,我们要先简单一下, 就是要介绍, 要怎样去研究断层, 但是当然不会非常深入, 只是大致上去介绍一下, Nionine, 他自己所做的研究的一些大方向。 首先就是说, 我们在图上面看到的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Aliak, 它的危害性, 跟Hisk, 就是它真正的风险, 它的风险。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 它可能是一个危害性很高的, 意思是说强度很强的地震, 可是它在发生, 如果它发生在一个沙漠, 可能它带来的风险是第一的, 风险当然我们就可以了解这边所指的意思, 指的是包括考虑到, 就是人的性命财产等等各方面, 这部分可能会带来的伤害, 所以Aliak就是说, 危害跟风险, 这两个概念, 组成了对于这个断层研究的主要概念。 然后, 我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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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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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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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 来自然而来, middle课的人, 所以, 这组的几个结架是在的设中下, 这现在, 在墙子里, 他们的影响是写的, qui vous montre les faits dans le paysage de séismes cumulés au cours des 20 derniers milliers d'années donc vous allez créer ici un petit peu de relief et ce relief très particulier va nous permettre justement de localiser la faune et puis finalement quand on prend un peu de recul lorsque l'on laisse passer un million d'années ça peut vous sembler très long mais à l'échelle des temps géologiques 是相對的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問題 把這兩個角度扭起一條河 那如果從剛才這兩個角度 就是從地震的危害跟風險 這兩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再重新來檢視 有關於斷層這個東西 我們要怎麼看待它 我們先看上面這三個圖當中 最左邊的這一個 這是在車輪譜 就是在921地震的時候 在地震發生的當下 所造成的一個地表上面的一個變形 它最高被擠起來 最高的這個突起的 這個波有三公尺高 那我們看中間的這個圖 事實上是在兩萬年前的時候 在美國的鹽湖城 它所產生的一次的地震 所造成的地形的變化 那右上方的這個圖 事實上我們再把時間 拉得久一點就是一百萬年前 事實上一百萬年好像感覺起來很久 但在整個地球歷史上面 實在是很短的一段時間 在那個時候所發生的一次的地震 就造成了一個山 所以為什麼要去講這三個 事實上 är tres 是在之前發震過地震的地方 是因為在 是因為在